接着看到花莲市的代表会 第21届第5次定期大会 那么市长魏家贤在施政的报告上说 就任了第18届花莲市长职务 已经迈入第三年 那么一路上是秉持着施政理念 率领市公所团队 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跟财力 稳健的踏实进行了各项的市政工作 期盼逐步来实现活力城市 健康花莲的目标 本会第21届第5次定期大会 今天开议 花莲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5次定期大会 3号上午正式展开 市长魏家贤针对这半年来的重点 施政成果进行报告 那这次施政报告里面 特别要也跟大家来推广 就是我们太平洋中国马拉松 那这次也是成功的 除了登上运动笔记的一个 热门搜寻的第一名之外 那也登上了我们在日本 非常热门的一个杂志 那在5月号已经出刊了 那接着就是我们基础工程的部分 我们基础工程有一些人本环境的一个改善 还有通学步道的改善 我们都持续在施作以及争取新的计划 那在路面整平的部分 我们着重于过去在污水下水道 施工的这些狭小的一个巷弄 那也造成了民众生活不变 那我们希望说在污水施工完成之后 我们赶快把这些路面重新修复完成 那接着我们在今年也推动了一个 新的自行车的玩法 骑来玩一下 在去年事半性非常得到大家的好评 那今年持续来做相关的办理 再来就是部落聚会所 在部落聚会所的部分 我们过去在去年已经完成了 一座的部落聚会所 今年陆续开工了三座部落聚会所 那剩下来的我们也持续在解决 土地方面的问题 那期许能够达成一部落 一聚会所的一个方向 来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那我们希望各个族群都能够得到 相关妥善的一个照顾跟支持 让族群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所以我们在课语的部分 也积极在推动相关课语的认证 在去年度也是达成了相关花莲线 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那我们持续也会在部落 还有客家的部分继续努力下去 未来在几个重大的公共工程 花莲市公所也会争取相关的前瞻 二点点计划 满足我们所有民众的需求跟要求 这次会期是逢五月母亲节 市长温家贤在会议结束之后 也贴心准备了康乃馨花束 送给在场各位女性市民代表 还有工作人员 提前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也希望所有的妈妈在平常之后 我们有很多代表会的同仁 还有我们代表们 那平常都非常辛劳 也希望透过母亲节的花束 来给他们过去的辛劳 来感谢他们 那也谢谢他们照顾好每一个家庭 跟每一位我们市民朋友的需求 市长表示就任第18届花莲市长职务 迈入第三年 一路秉持着市政理念 率领工作团队以有限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稳健踏实进行各项的市政工作 期盼逐步实现活力城市 健康花莲的目标 这位学历群花莲市报道